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19岁的小将林诗栋竟将反正东逼入了绝境 本次赛制采用七局次胜制 此时的林诗栋已经大比分3比1领先 反正东能否逆风翻盘 让我们一起关注这场比赛 林诗栋今年19岁 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4位 他是以世青赛南东冠军的身份 进入到了本届单打世界杯的赛事当中 反正东今年27岁 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 反正东当时是以这项赛事未免冠军的身份 来到了本次单打世界杯的赛场 这两位选手都是不占用协会的名额 反正东和林诗栋在国际赛场上 过去交手了4次 占成了2比2平 接下来看第一局 1比0 林诗栋摆了一个半出台 反正东正手上手的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2比0 这球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相视能力都非常强 开场之后 反正东这边的15稍微多了一些 5比1 林诗栋又是一个高质量的接发球 直接拧直线 6比3 开场之后 反正东这边台内主要还是以控制为主 摆住之后 正手上手 6比5 林诗栋接发球拧了 有点让反正东意想不到 两次正手位的小三角 都是直接拧到了直线的落点上 7比5 反手相视当中 林诗栋主动变线 打了一个调优压组 10比6 反正东接发球直接拧 反手相视中 这球打了一个擦边 11比7 林诗栋先受第一局 接下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手球在台内 反正东率先拖长 0比1 这球反正东侧身正手的进攻 落点还是被林诗栋给补到了 林诗栋反手弹直线 2比2 反正东反手的发动 林诗栋这边反手位也不甘示弱 3比2 林诗栋的反手确实很爆 林诗栋向右手转弓 中间反手的一板 反思出现了失误 5比3 反正东正手连续进攻 也开始配合一些长球 转不转的发球 来限制林诗栋的反手拧 5比4 台内球控制了之后 反正东率先上手 6比5 反正东先顶住了林诗栋的中间 上手低落点还是选择的中间 7比7 反正东台内球控制的还不错 改变了一下节奏 比赛打到现在 两位球员在发接发 请三板上的这种博弈还是很多的 都希望能够形成主动的相持 9比10 反正东反手防了一个直线球 这样的话 双方的前两局打成1比1 接下来是第三局 1比1 李诗栋的反手也是挺不讲道理 感觉真硬 主要是这个球 反正东的质量也不低 旋转也比较强 2比2 通过弹内球的控制 反正东又是找到了 率先上手的机会 4比5 这球林诗栋调动了 反正东的正手位大脚 反手的变线 5比5 林诗栋接发球 直接拧到了反正东的正手位 这个角度很大 7比5 林诗栋也是能攻能手 这球感觉 反正东拧的质量非常高 但还是被林诗栋反手给看了回 10比7 又是在台内 反正东直接拧到了 林诗栋的反手位 反正东连续挽救了4个局点 现在把比分追平到了10比10 11比10 反正东反手的发力 被林诗栋给挡了回来 反撕了一个直线球 这样的话12比10 林诗栋有军无险的拿下了第三局 接下来看第四局 开局反正东连续发了林诗栋 两个正手位的转球 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2比2 这球林诗栋接了个滚软球 但反正东反应非常快 快速的还原拉了一个加转 但最后侧身正手的进攻 反正东选手了15 4比3 林诗栋台内快批底线 此前他的这种主动的批长 还是比较少的 7比3 这番反手的质量很高 通过调动林诗栋的正手位 再压回到林诗栋的反手位 8比6 这球林诗栋准备到了 主动变现到反正东的正手位 直接的一个接花球抢攻 这样的话 11比6 林诗栋再胜一局 大比分3比1领先反正东 接下来是第五局 这一局也是反正东 没有任何透露的一局了 上来的第一分就是一个抢香匙 0比1 通过限制林诗栋的中间位 找机会去打开角度 0比3 这球林诗栋进攻的质量比较高 拉了一个加转 给到了直线的落点 凡人的反手位 一下子没有衔接上 2比3 凡人主动进攻 第一半凡人就掉中了林诗栋的正手位 2比6 迫避到林诗栋的正手底线 林诗栋的这个正手上手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紧接的也是比较快的 面对落后的局面 林诗栋并没有慌乱 而是展现出顽强的斗志 他逐渐稳住正脚 开始一纷纷的追分 通过自己积极的进攻和出色的防守缓击 逐渐缩小了与凡人的分差 连续得分之后将比分追至9比10 凡人在最后的时刻也是顶住了 以11比9 贱难的拿下了第五局 接下来看第六局 这局比赛开始之后 凡人的状态有所提升 打得比较积极主动 通过高质量的发球和进攻 取得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林诗栋在开局阶段 则显得有些被动 在应对凡人的进攻时 出现了一些失误 凡人一度以7比4这样的比分领先 4比7一个精彩的相视球 林诗栋确实很能扛 左半台反手扛住 来和凡人都进行正手的这种对攻 7比5一个神球 在远台林诗栋给反拉了回来 7比8 这球被林诗栋给算到了 发完球之后 侧身正手来抢攻 局末阶段 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 凡人东以10比9数月前拿到的局点 但林诗栋展现出了完强的斗志 连得了2分 以11比10反超拿到的赛点 不过凡人东在关键时刻 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技术 最终以13比11 艰难的两下第六局 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接下来看决胜局 决胜局的第一分 林诗栋的反手位的发动 非常的迅速 凡人东状态极佳 气质很胜 打得积极主动 很快接近起来 较大的优势 以5比1的比分 领心林诗栋 2比6 凡人东也是在主动进攻的情况下 被林诗栋的变现 陷入到了这种比较被动防守当中 这段时间 林诗栋有些反过劲来了 决胜局一开始 林诗栋的眼神还是有些迷茫 但是现在又变得坚定起来 7比9 追求林诗栋通过发 凡人东的反手长 然后抓住了下一板 快撕碎机会 在关键关上 小将林诗栋 在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这个正手为林诗栋鼓得好 现在林诗栋连续挽队了两个赛点 10比11 凡人东正手拉一个滚两球 林诗栋反应非常快 11比11 这个揭发球凡人东也是判断了出来 所以提前刺身 用正手来揭发球抢攻 关键且娇熟的时刻 凡人东展现出了 作为国平主力的强大实力和丰富的经验 凭借着更加稳定的发挥和果断的进攻 连下两分 最终以15比13 艰难的赢下了第七局 从而以大比分4比3逆转战胜林诗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